这是现在的台中 也是林佳龙上任第二年 完工了丽川河岸整治 持续进行的台中铁路高架化 即将来临的2018捷运市营运 林佳龙秀除政绩 说要让民众有感 治安的改善是起码的 因为治安像空气一样 治安不好的时候 你当然会很不舒服 施政有感可不是市长自己说了算 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最新民调 调查中林佳龙施政满意度 是52.5 六都中排行第四 台中市也被选为 六都民众认为最宜具的城市 可是要动起来 要真正的完成 真的是两年的时间 大概只能够把 就是计划开始启动 民调中断班 但林佳龙说 很多政策都还在持续进行中 从冯甲夜市到清泉岗国际机场 林佳龙与城市交流踏出观光 也承诺会再对空污子报 再加长 2018花博 2019清亚运 也只是开始台中起飞 比较要说 是现在进行事 想的太多 做就对了 这礼貌张太多了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